本文摘自秦东奎作品,好运重新开始,大多数人都是惯性控制,看见开头,我们就知道结尾,一个老板,也是我和他吃饭的时候,服务员端个菜端错了,他都会大呼小叫,那个真实目中无人啊,对员工,对朋友,对亲人,都有一种轻视的态度,我就知道。 他这个惯性不改,有鬼软件了,有妇要转平了,有长命要转短命了,这就是通过一个人的习惯,去预测一个人的运气好坏,因为,懂得改变惯性的人真的不多,大多数人都是惯性控制,看见开头,我们就知道结尾,就像我碰一个人老板,开了个豪车,好像是路虎,拉了我一次,我就告诉他, 我说,你这开车太快,他说,我这是好车,撞了,都是别人车撞坏了,我这车没问题,你看,他都那种念头,我给他说,你这因为开快车,未来要倒霉的,他说,不可能,倒啥没呀,我现在都覆成这样了,还能倒霉。 后来,他在高速路上开车,超过了一个领导的车,领导司机都开得很稳,他刷一下,从人家边上开过去,吓得别人不轻,那领导就给秘书说了一句话, 那个车牌是咱们地方的,查查那个人,钱从哪儿来的?就这一句话,工坚把全上来查他了,企业查没了,最后,出事的时候,他打电话给我说, 秦老师,你说我开快车会倒霉,我当时还想不通,现在,我真倒霉了,我说,你为啥倒霉的? 他说,抓我的人给我说了,我开快车倒霉了?你看看,我警告过他,他也改不了,你开个路虎,太张狂了,肯定要得罪很多人,肯定出事呀,判断起来很简单, 这领导一想开这么好的车,还那么张狂,一查他,又偷睡,又漏水,又心灰的,抓了吧,你看,开快车,开得企业没了,开得自己进去了,小小的一个举动啊,都能让自己这么倒霉,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,要不我说,古人讲的话啊,没有虚假,六十次挂里所有的挂里面,其中有凶,凶中有击, 唯独牵挂,是六摇阶级,你就知道,作为一个人,你官再高,钱再多,你永远要记着,人上有人,千万有千,不然,人家会说,你看那人,张狂的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,过则受克,你要是张狂过了以后,你自然会被张狂所克,很多人是被自己克死的,真的是这样,人啊,这什么事,受什么事, 你看,很多人一说,我认识某某领导,那领导一被杀归,马上把他也抓进去,为啥,你让人家的事吗,你所以就被害了,你以为是好事情啊,不是什么好事情,一个习惯如不刹车,会自己不停重复加强自己,真正成功的人,真正有实力的人, 又真正有实力的人,我告诉你,他走路的时候,脚跟儿一定声音很重,脚烧儿的声音是很轻的,可是呢,曲曲飘飘的,爱吹牛的人,你注意,他脚跟儿啊,经常是不着地的,他脚跟的声音轻,他脚烧的声音重,为什么,内心是必须啊,他在吹牛的过程中, 你去看吧,他一定是五个脚趾头朝下扣着的,怕别人拆穿,所以你在观性里面,就能发现一个人,这里面有道理啊,不是神话,你有没有细心,你细心了以后,一定在他的言行举止中知道,这个人未来的富贵,或者未来的倒霉,这个是真实的,这就是观性法则决定的,一个习惯如不刹车, 亏自己不停重复加强自己,到最后都强大的改不了,所以我们人啊,一定要懂得观察自己的习惯,要努力抱怀习惯扭转过来,在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,一定要低调处事,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更多秦东奎老师视频音频,请关注一下链接, 请听FM 请东奎,HTTP,Neo,请听FM Channels,158114,喜马拉雅,FM 请东奎,HTTP, www,similarcom5252412 profile,优惑请东奎,HTTP,I,190,COMU, 您的转发,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